弟兄姊妹们平安 在这里我特别代表在矽谷基督徒聚会的弟兄姊妹 还有博训所有的同工们问候弟兄姊妹们 我想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问安 祂自己复活以后也常常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 我想我们的问安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是在信心里面的一种宣告 也是一种祝福 我想这次的发生对不少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特别请弟兄姊妹们知道 在远方在这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 正在迫切地为着这件事祷告 我们也一直祷告求神复兴各地的教会 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 基督徒能够发挥出属天的影响 也能够带来真正的平安 我们请求弟兄姊妹 如果你们有任何带导的需要 不管是自己家人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受到的感染需要我们带导的 欢迎你们都写信来 我们办公室这里还有教会的同工 我们会同心地迫切地 而且提名地为你们祷告 希望我们都在主里面靠着主刚强 直到所有的风暴过去 底下所负的是我主日在自己教会 西谷基督徒聚会 就着这件事跟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勉励 那我想最近武汉疫情的出现造成了整个世界很多人的不安紧张 那其实我们礼拜二祷告会就已经开始扬声祷告 那Joseph也曾经代表教会发了一封Email给弟兄姊妹 那我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中 神的儿女们在这个世上正好扮演一个安定的力量 一股祝福的力量 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像是光是炎 在这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我们为主赞助 所以我想我们该怎么样子去面对这样子的事 我知道有些教会甚至教会分了很大的对立的两个力量 一个说所有的聚会要停不要再聚会了 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还是要聚会 那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watchful 但是not fearful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尽人该尽的本分 洗手啊 生病呢 戴着口罩啊 咳嗽的时候遮着自己啊 这些基本上我们该注意的 该照顾的我们还是要做 要watchful 但是不要panic 不要fearful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主 我想最简单的为了大家容易记 我们就用圣经上说的信望爱 戴着一个简单的信心 知道神仍然坐着为王 知道我们的神爱我们 如果他不许可 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这是耶稣说的 所以更何况这么大的病 没有神的许可 他不可能让他领导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 不要怕 因为害怕反而给仇敌留了管道 让我们这个人活在不安 活在恐惧 甚至活在他的攻击里面 带着充足的信心 相信我们的主爱我们 没有一件事情会随便领导我们 那第二件事情呢 带着盼望 我们祷告主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希望这个灾情早一点过去 到此一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教会起来执掌主的权柄 我们奉主的名 希望这个灾情能够尽快地被控制 求神给这些医疗人员 这些政府的官员 我们所有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他们能够有智慧 但是更是借着教会能够在这一段的时间 我们盼望教会复兴起来 教会在这个世代里面 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 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 不光承受祝福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一起来祷告 我们借着同心的祷告 赶足仇敌的作为 让这个疫情早点得到控制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更大的盼望 也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福音反而更加兴旺 让人能够看见神的里面 里面有一个夺不去的平安 是从主来的平安 反而成为大家的安定 反而成为别人心里的羡慕 那第三个是在爱的里面 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祷告 真的为了已经生病的弟兄姊妹 我们特别扬神祷告 求神医治他们 求神保护他们 我们也在爱心的里面 为了在第一线 各种的医疗人员 工作人员 他们在这里面对灾情 要去控制 不管他们信主没有 我们祷告主出神祝福他们 真的也在爱的里面 借着我们的祷告保护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中间 有任何的弟兄姊妹 已经生病了 发烧了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段的时间 因为特别的时间 为了主 我们戴上口罩 或是就在家里面 如果你刚从武汉回来 或从疫情流行的地方回来 或是接触的人 那也是在爱的里面 为了不让别人为难 不让别人有不必要的担心 我们就宁可 这两个礼拜在家 我们有这个streamline 有线上的 直接可以一起来敬拜 好不好 那我希望如果我们 真的必须不来聚会 是因为爱的缘故 而不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不是因为没有信心的缘故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因为 打了一个喷嚏就不来聚会了 或是健康好好的 就不来聚会了 不需要的 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是这个 在我们里面的 比在世界的都更大 那所有的东西 都在神宝座的管理底下 更何况我们属神的儿女 好不好 带着信心 在祷告中 我们带着盼望 希望尽快过去 而且希望福音兴旺 在爱心的里面 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祷告 在求神保护 求神保守 好不好 这是我们盼望的事情 那我们一起就在这里 我们有个祷告 我们站起来好吗 主 你是宇宙的主宰 万有都在你的手下 主啊 你在这里 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 虽然我们看见仇敌猖狂 他借着各样的事情 在这里偷窃杀害和毁坏 但是我们的主啊 你永远都是没有降灾的意念 主 我们就求你在这样子一个混乱 众人害怕的时候 主啊 你让教会复兴 让教会起来祷告 让教会起来执掌你的权柄 让教会在这里 借着祷告败坏魔鬼的作为 教会借着祷告 让福音更加兴旺 教会借着祷告 让祝福能够临到 所有生到被感染的人 让他们能够 借着这样子的经历 让他们能够转向救助 主啊 我们特别为了在前线 在那里服事的医疗人员 工作人员 甚至政府做决策的人员 主啊 恩待他们 给他们智慧 给他们力量 给他们够用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都在这里 也一样在这里 能够为了神家 已经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 你特别的医治 能力复辟他们 也除去我们里面 所有的胆怯和不安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 就把所有的惧怕除去 主啊 你复活生命的大能 也在这里吞灭所有的死亡 让这些疾病 疫情 不在你的家中 不在你的儿女们中间泛滥 也让在这个整个世界 在那里蔓延的时候 主啊 你发命 止住他 能够不叫人 为了这样子的病情 提早离开这个世界 而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主啊 我们交在你的手中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天